这一节呢我们看一下关于倒计室类模板的一些修改的技巧 这类模板基本上可改的内容不多 因为本身我们就是用它原有的这个倒计室 然后改一些logo和文字 这边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 那这边这个模板呢给了三个不同的类型 我们先看一下第三个AP 加载一下确定 这种模板通常修改起来呢 内容不是很复杂 而且基本上我们要改的内容基本上除数字之外 简单预览之后呢还是比较漂亮的 那么改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 左边是否有相关提供修改的内容 比如我们看到的这个类型 1987一直到结束之后 你要改的就只有logo 那你定位到接近最后的地方 找到自己的logo 当然这个合成比较的长 我们再往后拖一点 切换到最后的地方 让logo显示出来 那基本上我们logo呢是在靠近后边的地方 如果这边没显示的话 可能是模板中默认这个logo的地方 它没有放任何内容 那我们自己呢回到自己的地方 加一个自己的logo 那这个logo还是有点大 稍微的缩小一点 然后回到它的上一季 我们看到这边的logo就已经出现了 倒计式完成之后logo出现 所以这个类型比较简单 那它同样呢还会有第二个类型和第三个类型 这个倒计式模板呢还是修改起来是非常快的 而且是非常漂亮的 那不同的类型它的这个元素修改都是相同的方式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类型加载之后呢 我们会看到它的预览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地方1987的这些数字 你只需要关心最后logo的地方 左边展开之后 我们还是在目录中可以看到这个logo 那你在这边把logo进行替换 那我们这边还是随机加载一个自己的logo 回到你的渲染 可以看到这个logo完整进行了替换 非常的漂亮 那这个倒计式模板 修改方式相同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模板 比如这种带有数字的这种倒计式 感谢观看 这个模板还是比较漂亮的 这边确定一下 那我们看到左边已经出现了一些目录 然后包括一些预览 其实你要改的就只有logo和文字 其他的元素我们都不用去修改 那场景比较多 通过简单的观察应该是从左向右 前面就是大的数字的一个倒计室 那这边我们看到是场景1 那场景1的话 你在左边已经看到了关于1的这个场景 展开之后可以看一下相应的元素 比如这边我们看到了logo 那你可以双击把这个 他自身的这个logo给他隐藏掉 那我们这边回到自己的这个图形中 还是进入到我自己的logo 这边我来拖动一个 如果logo大的话一定要缩放一下 然后再回到上一节 这边刷新后我们看到logo也变成了金黄色 非常的漂亮 然后下边的文字我们看一下 场景1的话肯定修改都在场景1中 那我们双击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文字我们并没有在合成中看到 我们可以双击进入到它的内部 或者说看一下下边 那这个地方给出的话就不用去找了 那这边我们找到了 为了它的区分我们就加一个符号 这样证明我们修改过 回到上一集 所以非常轻松 第一个修改了 那第二个应该是相同的修改方式 这边有02 那一直到后边给出了不同的位置 所以你要修改的话 只需要呢去相应的目录 这边都是相同的方式 我们也看到这边是05 那再往后就是一些小的倒计式片段了 我们这边看一下 这边要修改06 那06的话不用修改 因为这边已经没有掐的文字 就有自己的图形 那我们再往后一点 基本上这边也不用去修改 1987654321 那这边完成之后 看一下后边的合成 基本上这个地方没有要修改的元素 我们只要logo确定修改之后 然后最后的这个文字 那这一个是17 那你就跑到17的地方 可以看一下这些元素 那这个应该是文字 可以看到一个预览 比如我修改一下 你是最棒的 那这边我们看到它就彻底进行的修改 这个模板很华丽 但是改起来呢也非常的轻松 其实很多时候看到一堆图层不要慌 因为图层的名称 模板上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对应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模板 这边还是双击 不进行存储 然后看一下它的预览 这个模板预览之后 我们看到可能要改的内容 基本上就是文字 可能会有水焰 或者是有这种公司名称 或者是logo之类的标题 你需要修改 那这边如果没看到预览的话 调一下大小 我们看一下这边 1987进行预览之后 然后出现最终的这个文字 那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小的文字 那可能说你要改的只有这个文字 可以展开看一下 第一个目录 这边1987 那最后这个11应该是我们要改的文字 所以这个模板我们只需要改一下这个文字 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 回到前面 这个模板就修改完成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模板 有些模板真的是非常简单 基本上都不用改 我们看一下这个模板 Korea Jungle Korea Jungle Korea Jungle 这个模板自体提示也确定一下 其实我们和前面的模板改成相比 这个模板也是比较类似的 那对于1987这些呢 都不用去改 你只需要呢 去找到要改的这个logo 还有它要改的这个文字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你看到logo的话 在左边展开不同的目录 肯定会看到相应的修改 那如果logo的话 我们看到这边就找到了这个logo 那么我们双击进入内部 拖动一下时间轴 可以把它的这个logo和文字隐藏一下 点击这个隐藏取消一下 那我这边可以把自己的logo 比如这个logo置入进来 然后我再回到上一集合成 或者你点击一下左边的合成 那替换之后不要忘记回到前边预览一下 我们看到logo在这边呢 已经出现 而且也是金黄色 可能有的logo适合于这个图像 有的logo呢 不适合 那我们看到这个logo 因为颜色比较多 它彻底变成了这种金黄色被覆盖了 那我们可以尝试换一个扁平化的logo 那这种logo呢不属于扁平化 我们可以换一个这种单一简单的这种logo 所放下 这种扁平化的logo可能更适合这个模板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logo出现了 所以在选择logo的时候 也要注意这个logo是否适合于这个模板 看到这些文字的话 一定要看一下你的这个光标所对应的这个位置 比如这边我们看到是02 那我就在左边去找和02相关的 比如这个text02看一下 是否有这个文字 那刚好是这个文字 所以模板的修改不是那么复杂 我们把这个文字修改的话 注意再回到前边看一下 那这个02可能不是我们刚才修改的这个02 我们再往下找一下 这个是场景02 可以看到scne 那我们在左边看一下 这边给了一个场景02 我们双击看一下 这边有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元素 看一下是否有要改的这个文字 有些时候文字不太好找的话 那这边我们显示隐藏的话 找到了这个文字 你可以双击 那这个才是真正要改的文字 所以有时候在找的时候 找错了没有关系 因为模板的这个图层上都会有这个序号 只要你找到正确的序号 不管是这个02还是这个02 只要找到之后肯定修改之后 能看到模板的一个变化 那这边都是相同的一个时间的演变 我们就不去修改这个内容了 那如果继续往后的话 看一下最后的部分 最后的部分可能有大量的文字需要修改 那你要看一下这个合成处于场景18 那你在这边找到18双击 然后这边看一下哪个文字 这个是我们的logo 哪个层呢控制着这个文字 那这个层我们看到真的是非常的多 可以用小的工具看一下能不能选中文字 这边选不中文字 然后我们就往上看一下 这些合成 哪个合成呢有可能是文字 我们的思路还是去点击这个小眼睛去看 另外呢不要忘记在左边合成的地方 可以去看一下 这边在这个合成的地方 文字地方有没有直接看到这个文字 如果有的话就不用在这一堆图层中去找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层如果我们隐藏一下 回到上一集 这边也隐藏了说明我们找对了 那么如果你在场景中一个层一个层的去找 也是可以找到这个文字的 但是我们如果能在左边的列表看到的话 就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 由此呢我们也看到关于倒计时类的这种模板 它的修改方式基本上左边都会给出文字和图片 或者是logo的一个位置 然后你直接去修改 就可以很快将这一类模板的镜替换 谢谢大家